快過年了 大家非常關心我們的疫情發展 來看到今天的本土案例有21例 但是桃園就佔了13例 那麼高雄也佔了8例 那我們看到桃園的部分 有好消息是找到了關聯性 火鍋店跟幼兒園案 其實是同一起的群聚 但是問題是惠珍 現在讓大家擔心的是 我們又出現不明源頭了 那麼還一次爆出了三個個案 對 現在情況是這樣子 看到今天CDC所公布的狀況 這是一則以喜一則以右 一則以喜的部分 是感覺上好像21例 比我們想像中還要有稍微小一點 而且集中在桃園跟高雄的地方 看起來好像也沒有持續擴大狀況 但是問題是一則以右是 現在總共的10條的傳播列當中 有6條竟然是不明感染源 而這6條裡面就有3個 其實跟桃園這邊有相關 到這個不明感染源 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大概是有包括桃園就有3個 包括桃園機場 City以及遠雄區這3個 另外的3個不明感染源是宜蘭 郊西 台北防縱 以及亞東醫院 所以目前這個6個不明感染源 會不會使得台灣的整個疫情持續擴大 其實整個年節是個關鍵 那剛剛你特別提到就是說 今天有發現一個比較好的 就是我們原本認為大南市場 母女的那個案子 以及就是那個幼兒園的整個案子 這兩個案子感覺找不到一個共同的相關點 現在發現說其實有的 因為他們曾經在1月16號的時候 這些相關人都曾經到了一個火鍋店吃火鍋 那因此就有這樣串起來 這樣串起來的話 就把原本的一個不明感染源 可能更多減少到目前為止 桃園只剩下有3個 但這3個會不會額外再增加 其他更多的新增的個案 在持續觀察當中 那另外一個今天指揮中心 指揮中心的那個部長 特別講到一件事情 他講到什麼呢 他講到說今天整個台灣的疫情 可以分成兩大兩小 而這兩大兩小的部分呢 兩大是哪裡 其實就是桃園跟高雄 兩小的部分其實是雙北跟宜蘭 那目前整個在隔離當作人 有到8100人 那剛剛提到 對8100人其實還蠻多的 那在雙北的部分今天其實 黃珊珊有特別 我們的副市長有特別出來講到說 公佈了一個5名的新增的確診 應該說26號公佈了5名的新增的確診者 但是他的足跡 竟然高達80處 然後所可能接觸到的人 高達3055名市民 那現在也開始疾呼說 這3055名市民趕快出來接受PCR檢測 然後到七大院所趕快去接受檢測 那再來就是說 你不要盡量少去觸摸人群非常多的情況 另外一個是我們的李秉穎 就是我們的專家 專家小組的那個李秉穎 他特別有提到 因為大家都在講說 那我們現在是不是要與病毒共存 其實李秉穎有提出一個警語 就是說目前為止 如果我們今天放棄 就是去清零這個政策 馬上就要所謂的與病毒共存的話 他有點憂心 怎麼說呢 他說像以澳洲來講的話 現在看起來他們每天的一個新增案例 跟死亡例 他們目前為止 每天竟然還有60到70個死亡案例 所以他說如果以我們的人口數 然後真的要朝向所謂的英國 或者是澳洲這些 放棄清零與病毒共存的政策的話 台灣可能未來一定會出現到50到100個死亡案例 所以這個數字有點太驚人了 所以他的意思是說到目前為止 其實大家還是要能盡可能的防疫 然後避免出入那個人群多的場合 最後要談到一個東西就是 我們想說那你得新冠好了之後 是不是人就健康了 就現在竟然國外有個案例 你看還蠻可怕的 他就說這個 他這個一個叫戀愛時代 美國一個編劇 女編劇 他因為就是確診 確診之後他發現他竟然 他的確診的整個病期 發的時間非常長 所謂的一個長新冠 長新冠 長新冠 就是太久的意思嗎 對 他的整個疫情發病的時間 拉得太長 他竟然的好幾個月 結果他最後受不了 他竟然已經就是輕生了 那為什麼輕生 他說他在整整 就是已經這個罹患新冠疫情之後的 13個月 他還持續發生 包括你腳部疼痛 沒有辦法解釋為什麼疼痛 你消化系統有問題 你身體疼痛心跳加速 甚至會出現神經性的 一個癲癇的狀況 所以他的丈夫也就在網路上 提出這個東西就是說 真的不要輕忽 新冠病毒所帶來的一個影響性 跟他的後續的一個狀況 而他的這篇波文 也引起全世界各國人說說 真的唯有類似的情況 所以林醫師我們看到說 美國現在呢 出現了所謂的 Long COVID這種長新冠 也就是病毒一旦待了太久 那麼雖然是輕症 但是也是會影響的 還有黎秉醫師也提到了 所謂這個拿英國來做比例 你怎麼看在現階段 我們真的還能夠喊出 與病毒共存嗎 我們先講Long COVID Long COVID這件事 歐美早就發生了 早就發生了 在武漢第一波攻擊之後 大概我記得應該是 紐約時報就開始報 有一些人雖然原來是輕症 然後他早就康復了 可是他持續幾個月 他就覺得自己一直腦袋 不好使 英文叫做Brain fog 這個東西最近也很熱門 腦霧 然後他沒有辦法回到 原來的工作狀態 甚至有很多人就失業 然後這個新聞開始大量報導 那科學家也開始研究 那這兩年來其實累積了非常多 台灣可能之前 對這個沒有很多討論 那結果其實這個去研究 這個科學上的定義 Long COVID 他是說你有確診之後 12週以上 是三個月 三個月以上你還殘存 或是多出來的一些症狀 這才叫Long COVID 那每一個研究其實比例不一樣 可是他可以有非常非常多症狀 腦霧只是其中之一 當然有人會有慢性的頭痛 然後什麼肌肉痠痛 然後覺得喘什麼都會有 可是我們不能見樹不見林 全世界已經多少人感染過了 被報導就是這一例 那像是最近常常在說 Omicron有四分之一的人會腦霧 新聞報的很大 那可是那個其實是在英國的一個APP 手機APP你可以記錄 那個COVID的症狀 然後他就問這些急性的年紀 這個有Omicron的感染的人 你有什麼症狀 然後有25%的人說 我自己有腦霧回報 可是問題是 這個是他剛剛在開始急性感染的時候 因為腦霧 我們通常比較擔心的是慢性後遺症 大家知道這個急性感染的時候 你很不舒服嗎 你會發燒 你會頭痛 發燒頭痛的時候 你去問他你有沒有注意力不集中 記憶力有沒有減退 一定有啊 所以像羅一鈞今天也有回答 在記者會上回答 我也完全同感 我覺得那個腦霧25% 急性期一定是誇大了 那所以我覺得大家看所有的 副作用的時候 他可能發生是一回事 可是你不需要因此太過恐慌 那麼我們現在還能夠喊出 所謂的與病毒共存嗎 台灣可以嗎 我現在一直覺得大家都糾結在清零跟與病毒共存 好像這就是一定要選一個 其實我覺得一直都不是這樣的事情 就像李明老師說 假如我們完全放棄防疫 我們現在就走向共存 可是現在誰跟你說 我們現在要完全放棄防疫 沒有啊 而且老師提英國 英國說最近一個月 我一直跟大家報告嗎 最近一個月他300萬人確診 然後死了4700多人 老師估的數字說 假如我們像英國一樣 可能每天50個人以上死亡 對 這就是英國這一個月經歷的事 因為比例算一下嘛 我們人口是英國的三分之一 大概就是一天死50個 好 可是我要跟你說 英國這個 過去一個月 他叫做完全放棄防疫嗎 不是喔 英國這一個月是很認真的 在跟Omicron作戰 他們把口罩全部戴上了 他們遠距在家裡工作 他們應該沒有完全全面停課 可是他們就是快篩快篩 沒有的人才去 這不叫做完全放棄防疫吧 他們做了非常多 大概是全世界數一數二的PCR跟快篩 然後努力的去把第三劑都打起來 口罩又認真的戴上 最後他們創下了很低的致死率 每天這個100多例到200例的死亡 他們覺得已經夠好了 因為去年悲慘的Alpha那個冬天 他們每天可是可以死1000多人 所以好 那現在英國的下一步 那才叫做老師說的 他們可能這才叫與病毒共存 所以我覺得這不是0跟1的選擇 那可是我非常同意 李秉穎老師在呼籲的 老師是說疫苗要打得夠好 因為他再次在專訪中提醒說 我們75歲以上的老人家 還至少打一劑 現在是75% 反過來說還有25%的老人家 一劑都沒有打 那我就想舉這個圖 這個就是英國的致死率 那上面藍色的這條線是 相比紅色的 對不起 紅色的這條線是分年齡 你打上了第三劑之後 相比於原本完全沒有打的人 你可以增加 這個致死率可以降低幾倍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50 60歲 這中間這個中年的人 可以提供你大概20到40倍 所以就是說其實如果我們真的 能夠達到下一個階段的話 疫苗非常的重要 還有滾動式的管理也非常重要 好 草新其實我們還有來看到 很多人也看不清楚這到底怎麼一回事 蔡英文總統最近打出了金國牌 當然民進黨內很多人嘩然 國民黨也跳腳 就連國台辦都覺得非常疑惑 大家可以冷靜思考看看 除了蔡英文本身去肯定蔣經國之外 綠營的所有的民意代表到縣市首長 甚至側翼網紅 哪一個人站出來肯定蔡英文說的這句話 站出來的都是來批評的 我們可以看到第一個消失50天不見的 段老大回來的開的第一槍 竟然不是對國民黨 而是對蔡英文 簡單的講他就幾個字嘛 莫名其妙無言以對 再來謠仁多是蔡英文最信任的文膽 寫出了一篇對他聲勢而言非常好的一篇文章 結果呢他呢寫了3000字的長文 裡面全部都在批評蔡英文去肯定蔣經國 甚至他裡面最有趣的一段他說總統府這幾天動員了媒體的輿論 哇我覺得他去寫出這句話就是相當敏感的 甚至右邊這張圖喔是今天我看到最新的 這是一個綠營的應該是他們的學者或是支持者 他們現在在學界裡面在收集聯署 因為他們認為在位者不倫不類 他用不倫不類來形容嗎 說在位者不倫不類讓我們自己來 對他的連署的名稱叫做譴責民進黨政府發揚威權論述 傷害民主價值他還說呢週五就要公佈名單 這是我在一個比較偏綠的學者的臉書上面看到他們在轉傳的 所以就可以看到很多人講說 民進黨要搶國民黨的神主牌 但我認為這只是國民黨對自己缺乏自信的表現而已 非常缺乏自信心嘛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當別人要肯定國民黨以前的總統的時候 對我們來說應該是好事張開雙倍歡迎 但是呢現在竟然有整組牌 會不會被搶的這種疑惑 其實先前在2012年的時候 民進黨也曾經因為那時候蔡英文選輸了 所以很多人在討論說民進黨如果不拋棄台獨這塊的話 永遠沒辦法執政 那時候民進黨內就有非常多不同的論述 包括謝長廷當時提什麼 提憲法一中提憲法各表 是不是跟國民黨的九二共識一中各表非常相近呢 可是當時2012年的國民黨是比較有自信的 所以那個時候這個謝長廷提出這些內容的時候 國民黨的發言人因為他當時發布的聲明稿寫說 我們非常歡迎大家可以來跟進國民黨的腳步 有沒有覺得同樣都是靠近國民黨的主張 但2012年跟如今的2022年態度差非常多呢 所以其實根本不需要去擔心別人是不是去搶神主牌 對國民黨而言最重要的應該是建立自己的自信心 強調我們的歷史價值以及更多的去論述蔣經國在過去的歷史攻擊 包括十大建設或台積電 而不是被這整個風向帶著吹亂成一盤散殺 所以吳董您認為這是國民黨自信心的問題嗎 我覺得這個事情非常有意思啦 因為我到底今天段宜康跟姚仁多 兩個人態度是不一樣的 姚仁多這個是非常學者的風範 然後講述的問題就是蔡英文的基本問題 就是蔡英文沒有價值觀 他點是點這個問題 就是你沒有價值觀的人 你沒有方向感 竟然會飄來飄去 你會倒來 你變左右右 左搖右晃 會變成一個投機的執政者 這個是姚仁多的論述的核心在這裡 那段宜康是什麼呢 段宜康完全是選舉跟政治鬥爭策略 因為段宜康講的這很簡單嘛 你如果你有比段宜康的學識跟背景 他有沒有能力寫出姚仁多這個東西 絕對有能力 新潮流的論述的能力非常強 一點都沒有問題 那為什麼段宜康要這邊懷抱琵琶 扮遮面 話講五分幹什麼 段宜康為什麼意思 他要搞鬥爭嘛 他搞鬥爭為什麼 因為台北市的選舉嘛 因為一旦這個尊蔣形成一個邏輯的話 那我問你 請問你 蔣萬安出來你怎麼打他 蔣萬安要打他就很簡單啊 就是要打他的祖父 打他的阿公 打他的阿祖 是這個蠻手選心 蔣萬安的神主牌都會搬到民進黨 蔣萬安也不用被打了 對啊 就被打不下轉安安了 其實蔡英文做這個事情是對的 蔡英文做的事情 跟別人都不太一樣 在哪裡 蔡英文這個人 這次怎麼會做這個事情 背後到底誰出的點子 這點子是怎麼樣的邏輯出來 他講的很簡單 就是反共 對不對 保台 反中保台 跟反共保台不一樣 反共是反對你這個共產黨的政權 我沒有反對你中國十四億人民 所以蔡英文用的很技巧的方法 在想要收割蔣經國的這個遺序 跟歷史的成果 你知道嗎 所以這個整個告成一個 在民進黨的價值錯亂以外 對蔡英文本人有非常大的好處 因為她即將卸任的總統 她就留下一個這個 所謂的反共保台的先驅跟執行者 不妨礙 有些我們的高聖英文 內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